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就是不够效率 这一幅书里面到底出过什么 要背什么 还有有机会考什么 我们这一课就会完全全包含 请大家见到第四页的位置我们正式开始上课 基本上Planet Earth这一幅书可以分成三个部份 分别是海陆空 什么海陆空其实是你要知道 海洋里面 空气里面 还有陆地上一些物质 它们的比例上有多少 还有含有什么物质 先讲了空气的层面 即是Amosphere 在第一个格子里面你会见到percentage by mass of element in nature 为什么我会把一些不关空气的东西放在这个位置上呢 因为这里容易是confused 它会问你到底我们最多最多的元素在整个Earth crash里面 是什么来的 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就会以为是Nitrogen gas 因为Nitrogen在空气里面占有了78% 但实际上最丰烛的元素是Oxygen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说Cure Elements 它是说含有的那个情况 我们不要说其他东西 我们只是说海洋 全世界全个地球有70%的面积 是covered by water 那这些Water里面是H2O来构成的 O就是很贵的 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元素 很多时候以Oxia的形式 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所以Oxygen占有的百分比最多 我接近差不多一半 另外Silicon也非常之多 这个Semi Metal或者Metalloy 是占有了第二位置 至于最多最多的金属是什么呢 是Aluminium 你要知道的 排第二的就是Iron 这四格的顺序上 你要清楚背着它 OK 再下去就是composition of air 我们刚才也提及过 Air里面 Nitrogen gas占有78% 剩下21%是Oxygen 再低一点的是Argan 剩下的基本上是不值一提的 知道有什么就算数了 百分比上 是不需要知道的 我说的是最低的那几格 但Nitrogen gas和Oxygen gas 你是要知道的 有些时候 它可能透过了实验来 去考虑你知不知道 Oxygen gas占有了 大概21% 或者20%的分量 例如好像以下这个实验 很多同学在看着这个实验 都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其实现在就有两个针筒 就迫着中间有一个reactor reactor就会放在金属 这个金属是什么 不太重要的 总之它不是Init的 例如Silver 或者Gold 就OK的 可以是Curber 可以是Seng 或者其他Metal 都OK 因为在这个砧板里面 其实是有些Air 那些Air里面 有78%N2 Around 20%是O2 这20%的O2 是会跟Metal去做反应的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反应 不断加热的时候 再加上 你的针筒在左右两边 在做反应的时候 不断推来推去的时候 里面的Oxygen gas 就会跟这个Metal去react 到最后 总体volume的份量上面 是会下降了 20%至21%的份量 原因是因为里面的Oxygen gas 跟这些Metal去react 变成了Metal Oxide 无论是什么金属 都会下跌21% 明白吗 有同学可能问 Shona为什么我们需要 左推右推针筒呢 当你推左手边的针筒的时候 这里的空气 就会走到右手边 然后你在右手边 向左推的时候 这里的空气 就会去到这一边 其实它就是 在这个管道里面的空气 可以在高温的情况下 接触到这个Metal 因为空气里面有Oxygen gas 里面的Oxygen gas 就可以完全react 左推右推 就是想将所有的Oxygen gas 完全react 再对比它本身的Volume 去确认Oxygen gas 21% 这件事情 好了继续下去 接着的研究 就说这个 Separation Oxygen gas 和Nitrogen gas 从空 它是会问你到底 N2和O2 怎样在空中 Purify 甚至会问你 Argan 都不出奇 我们就透过了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首先空气 就会先 Cool down 和 Pastralize 令到它变成了 液态的情况 当然 不是所有东西 都会变成液态 有些东西包括了CO2和水 是会以固体形式出现的 水就变冰 CO2就变干冰 接着液态化了的空气 就会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 所谓叫heater 其实这里 一点都不热 温度 可能是-200度 但是它会慢慢地 将-200度的温度 逐步逐步提升 当你的温度去到-195度的时候 这个液态的空气里面的N2 就会变成了气体 走上去 OK 当然在这个时间底下 我们就会关掉这些闪门 只有上面的闪门 是会开放的 当我们那些N2变成了气体的时候 唯一只有这个位置可以走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收集了Nitrogen gas 好了 当我们收集了里面所有Nitrogen gas 我们就会关掉上面的闪门 然后打开Argan的闪门 将温度提升到-185度 那时候 Argan就会变成气体走上来 这个位置 当所有的Argan都收集了之后 我们就会关掉它的闪门 然后开了Oxygen gas闪门 将温度提升到-182度左右 它就会开始慢慢变成了气体的情况 好了收集了之后 也是一样 关掉它 将温度提升到-153度 剩下一些气体 一些Noble gas 就会在这个位置被收集了 这个就是Purification of Air的原理了 老实说 会不会这么咬文着字 叫你这么紫札去解释 我相信那机会是不大的 但当别人问你 我们想要N2O2的时候 应该要怎样做 我们就要答 Fractional Destination of Liquified Air 明白吗 好了可以的话 然后再进去 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如果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要收集它的杆子 到底用什么方法 是Upward Delivery Downward Delivery 还是Collect Over Water 如果是Upward Delivery的话 就是说 气体会向上升 即是说它的Density 是会比起Air为之低 而如果是向下沉的话 当然就是Density 比Air为之高 问题就是 到底那个气体的Density 应该是要怎样去判断呢 是要死背还是怎样呢 我们是可以透过了Molar Volume 的概念去做个判断的 Density就是Mask Over Volume 我们不知道一只气体的Mask 和Volium的话 就没得去计算了 不过我们是知道它们的Molar Volume Molar Volume 所有气体如果是 Rum temperature的情况下 就将会是24的Dm 而它们的重量 就着每一只气体的Molar Mask 你都能够透过Puridic Table 帮你自己做个计算 当中Air里面有78% N2 刚才我们也提及过 换句话说 Air的Density 和N2的Density 非常之相似 你是绝对可以透过了28 就是Molar Mask N2 除24 Molar Volume N2 去计算它的Density 至于其他的气体 你都可以这样计算 当然大家都知道 既然Molar Volume 上面 大家都是24的时候 Density of Gases 基本上是跟Molar Mask 成一个正比关系 Molar Mask越高的话 Density 就会越高 我们就可以透过了 这个比较方式 去比较一下 到底不同的气体 是会 Less dense than Air 还是dense than Air 就像这个表 CO2 它是最高Density 在这个表里面 它的重量是44 OK 换句话说 我们就要是 Downward Delivery 44的计算方法是12 再加32 乘以2 至于CO N2 Air Air 因为跟N2 差不多 放在同一格 N2 就是14乘以2 28 CO 12 再加16 都是28 即是 换句话说 它们的Density 是同一个程度 这个 就不能够用Downward 或者Upward Delivery 来做回 collection 要用其他方法 至于Helion Molar Mask Helion的重量 就是4 OK 很明显地 Last Density 就会向上升 我们就会用 Upward Delivery H2的情况 也是一样 再下去 我们在下面的三幅图上 举一些例子 Downward Delivery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 CO2 SO2 NO2 这些 它们的Molar Mask 都会比起28 N2 为之高 所以它们会向下沉 至于向上升的 可以是Neon Neon就是20 10 又或者是刚才所说的Helion 或者H2 这些会向上升的 至于collect over water 就一定要那样东西 是不容于水的 例如就是C2 H4 不可以是什么呢 你要很清楚知道 什么是不能够collect over water的 例如就是NH3 例如就是HCl 例如就是SO2 NO2 全部都不可以collect over water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是Able to dissolve in water 它们Either就是简性或者酸性的气体 这些东西都有很强的溶水能力 你绝对不可以collect over water 就一定要用到这两种方法去collect OK 继续下去了 然后就去到海那一方 Sea water的composition 你绝对不需要记住它们的百分比 你只需要知道sodium chloride是最多的 还有它有个common name 叫做common salt 或者rock salt 你要懂的 千万不要看下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是很多时候 令到大量的考生 拿不到一些简单的分数 就是因为他们认不到名字 所谓的common salt就是sodium chloride 至于你还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海里面的盐 不是只有sodium chloride 是有其他杂质 所以当我们想在这个seawater里面 拿到sodium chloride的时候 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煲走海水就算了 不行 因为这样你就会拿到一个maxture的盐 你要得到了pure的sodium chloride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到crystallization 首先我们将那些seawater 篩走一些不用的杂质 例如就是沙、石、垃圾的东西 然后resulting solution 我们会煲热它 saturate它 尽量将它的水分 減到越少越好 然后慢慢cool down它的时候 因为里面有很多盐份 你只有那么少水的话 粒子就会慢慢地 以solid的形式走出来 盐水里面 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盐 只有sodium chloride 以crystal的形式走出来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下我画的这幅图 我相信DSE就应该不会考虑了 你可以当清一下concept In case真的考虑到的时候 你也可以回答它的keywords 当这个solution 现在是这样的款 volume就可能 reduce到这样的volume 因为在solution里面 sodium chloride是最多的 只要你给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它一定是会以最能量稳定的方式 排序起上来 因为排序得工整 所以结构层面上 以一个crystal方式的形式 就不是白色一块 它是晶莹督透的 因为它放的位置上是工整 好了 当一粒 两粒 三粒 四粒 这些都是sodium chloride的排上去 一路排一路排 有机会在排序过程当中 会有些杂质走上去 例如可能是一些magnisum sordia 走上去的时候 你看看一个size是不同的 可能是大粒或小粒 也不出奇 当有一些杂质放在这里的时候 再继续排那些粒子上去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会不会是一个稳定结构 不是 它就会坏了 换句话说 是不能够继续长下去的 不能够继续长下去的 这样的杂质 一定是留在crystal的外边的 当你 在做到这个crystal出来的时候 你会用filtration的方法 是拿它出来的 并且你会wash它 在你加那些小小的dianis water 去洗它的时候 其实这些这样的杂质 就会被洗走 所以我们得到的crystal 一般的唇度 都非常之高 当然去到最后 我们就会找filtered paper 又或者 是一些ofen 去弄干的crystal 让我们可以拿到一个 干干净净的pure crystal 好了继续下去了 然后就反过来 这次我是不要一些盐 我只是要一些seawater里面的water 我们可以透过 simple distillation 记住 是不可以用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因为人家会说你大材小用的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怎么去分辨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和simple distillation 是看一个structural difference 现在我们在分析的东西 seawater里面是有盐和水 for simple distillation 就是当如果我们分的东西 是simple molecular structure 和giant structure的东西 的时候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case 就是giant and simple molecular 那时候我们就会用simple distillation 而如果你分的东西 全部都是simple molecular 的话 我们就会用fractional distillation 记住自己 弄低它 千万不要再犯错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们end camp的时候 老师就会跟我说有个boding point range 或者本书都会有的 那个不值得参考 所以我在考试里面 我们用simple distillation的时候 就是说 当那些substance 是有一个structural difference 即是是simple molecular 一个是giant ionic 这些东西的boding point difference 真的非常之大 我们可以用simple distillation 但是如果那些东西全部都是 simple molecular的时候 boding point就会很近 就一定要用到fractional distillation OK 好了 因为水的boding point 是much lower than delt of salt 所以它就会vaporize first 文字上面的表达 考过的 你要懂的 并且当它变成了vapor之后 不代表它做到分离 你还要告诉别人 好了 你加完热 有些东西变成气体 有些东西是固体的情况 你都要想一下 如何将气体收集回来 Water vapor上去之后 就会经过了condenser 那个condenser是能够提供了 一个冷空气 令到这些已经变成了气体的水分 再次condense 变成一个liquid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上面收集到它 行不行 那在过程当中 你有机会会用到 Anti pumping granules 这些MP pumping granules 会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些Anti pumping granules 最大作用 就是prevent super heating 因为在你加热的过程底下 其实最受热的位置 就是这里 OK 如果你不找这些方法 令到他们的加热过程 是比较平均的话 这里的水 其实的能量会很高 而上面的水的能量就不够高 当下面的水 黑色油住的位置 是想滚起的时候 但是上面 未滚的时候 就有机会突然之间 会好像打火鍋的时候 这样 突然爆起了 爆起了 弹起了的效果 就不理想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 Anti pumping granules 去帮助我们 令到水里面的粒子的温度 或者能量上 能够平均分布 OK 继续下去 然后就去到我们 最后一个的范围 就是录地的位置 不过陆地的位置 就非常非常窄 只是说这个Lime cycle Lime stone Chalk 和Marble 这三个的名字 不一样 全部都是有 Calcium Carbon 你要知道这三个 里面全部都有Calcium Carbon OK 当别人问你 Source of Calcium Carbon 那时候 你就要回答这三个 又或者他可能会跟你说 如果我烧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会看到 Break red flame 你要知道是 原因很简单 当然就是因为它们里面 是contained了这个Calcium 好了继续下去 我们最简单的 reaction 就是Calcium Carbon Fermodecomposition 当你烧它的时候 它会给到Calcium Oxide 你要知道Calcium Oxide的名字 是可以写作QuickLime 你要记得 记住 我们这些名字 不要笑它 因为分分钟 在MC 头几条题目里面 它可能不给 方法 只是给了 名字叫QuickLime 那你知不知道是Calcium Oxide 不知道就不用做了 OK 所以一定要记住它 Calcium Oxide 如果你将它和水 去react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Calcium Hydroxide 而这个反应 是Hardley Exofermic 大家都应该在 Chemical Reaction Energy 这幅书 学过这个例子 因为它放热 放得很厉害 现时一些 自热饭 自热火锅 其实都是用它来 去做火锅 情况就是 上面可能是有饭盒 又或者圆盒 可能是火锅 下面有一格是刺的 就是让你将Calcium Oxide放在下面 然后加水 就可以将它放出的温度 蒸熟 或者蒸热了上面的食物 这个Solid Calcium Hydroxide 也有一些特别的名字 我们就会叫它 Slect Lime 而Slect Lime 就是Calcium Hydroxide 不断用于水 直到它不用为止 再隔除了不用的部分 剩下的Solution 就是Saturated 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Lime Water Lime Water用来做些什么 相信大家很清楚 就是用来 Test for the process of carbon dioxide Returns Lime Water Milky 但是对于这个反应 我希望大家看得阔一点 不要觉得它那么exclusive 其实讲到尾 它只不过是一个酸碱反应 怎样看呢 CO2是酸性气体 至于Calcium Hydroxide 是碱性的Solution 两者react 就做到反应 只不过刚好得那么巧 它出到的Product 是Incelable 有一个很明显的Observation 所以才比较特别 打个比喻 其实酸和鲸是可以换身份的 如果我将这个carbon dioxide 换成SO2的时候 其实能不能做到反应 当然能做到 这个是什么反应 就是我们在fossilfusion carbon compound里面 学到scrubber的反应 为什么它那么特别 就是因为它做反应的时候 出来的Calcium sulfide 是不溶于水的 而我们是可以透过了 不溶于水这个nature 成功地帮我们把酸性气体 隔走于我们的肺气之中 另外还有就是既然酸性气体可以换走它 可不可以换走一个 碱性的Solution 是可以的 现在我就跟大家讲一个 在Sut Level里面 曾经出过的idea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他就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 打开了很久的 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我记得打开了很久的 它是碱性Solution 他就说打开了很久之后 发觉津边位 是有些白色的粒粒在 OK 这些白色的粒粒是什么 他就这样问 有些同学就可能会说 这个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曾经用过 是不是在倒出来的时候 那些Solution 残留在津边 然后你摊久了 水分走了 剩下的就是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不可以这样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Protesum Hydroxide 是Deliquison 又或者是Hygroscopic 它吸水吸到 是会将自己变成了液态的形式 即是换句话说 就算水分走出去都好 只要空气里面有水分的话 它就可以索取到 足够的水分 将自己变成液态状的状态 即使它是留在津边的 少少都好 都一定是会以湿湿的形式存在 就不会是以固体形式存在 那这些都是什么来的 因为它长期置于 空气暴露之中 空气里面的CO2 就会和它react 本身这些绿色的东西 可能就是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两者react的时候 刚才提及过 简性的solution 酸性的气体 两者做反应 KOH 加CO2 和刚才我们所写的 equation很相似 变成了Protesum Carbonate Solution 再加了Water OK 就变回State Simple 为什么这个reaction 那么少人说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你自己特意准备一个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再bubble CO2 你见不见到它做反应 你见不到的 是刚巧得那么巧 你真的有一个Protesum Hydroxide Solution 或者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没有盖上过一个很长的时间 还要它之前用过的 准备残留了少量的Alkaline Solution 再长期接触了酸性的气体CO2 才会见到一个那么罕见的例子 正因为罕见的关系 所以出的机会 相对较未 但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记住千万不要觉得这个reaction 是很exclusive 很特别 它只不过是一个酸碱反应 OK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个Line Water 变完Milky之后 是会becomes clear again 原因就是因为有 Excessive CO2 落到去的时候 Kalcum Carbonate 和水分CO2 react 就会变成了Kalcum Hydrogen Carbonate 它们会重新溶于水 Milky Solution 就会不见了 再下去 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看一下一个reaction 出到来的气体是否CO2 你可以用以下的设计 最后最后的部分 就是Lime Cycle 只不过 我们刚才所说的reaction 要记住 我们是否只知道 CACO3 CAO CAOH 可以做什么反应 就算数 不是的 你还要知道它们特别的名字 Limestone Quick Lime Select Lime 全部都要熟 如果不是的话 一条很简单的MC 分分钟就会因为你 不熟的名字 不懂的名字 而弄得不懂 那就很不值 我们的课堂到这里 在这个位置下 看完这么有效率 20几分钟就 转发了整个TOPIC 温考试重点的 Project Last Minute 是不是很想看 其他TOPIC 其他TOPIC的Project Last Minute 将会包在我的粗卷班里面 粗卷班总共有4个COURSE 每个COURSE都包了3-4个TOPIC的Project Last Minute 当然就不许得另一个重点 就是由我出的题目 由我出的这三份不同程度的卷 Elite Target 5星5星 Rush of 5 就帮同学生冲5 Survival就是保底 多年来都贴重了 不少的DSE题目 你可以把它视之为是4堂的COURSE 每星期做一套三份的卷 再加上Project Last Minute 就可以全方位以最高效率 帮大家备展DSE 有同学生会问 粗卷班是否byTOPIC 去到最后的moment 我非常不鼓励同学 byTOPIC地粗 因为这样只会令到大家 在短期内觉得自己很贵 但在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 自己最鲜温的TOPIC又再次不熟 所以粗卷班是全TOPIC地粗 有兴趣的同学生就快点联络我 好了 新新手的COURSE 还有二人同行学费优惠 我们在COURSE上再见 拜拜